你别哭了 你真的你把我都哭得 我大厅看着你 我都把我们这整个大厅的人哭得 我们接到的是市局指务中心的一个指令 要求呢 核实一辆车呢 是否有翻入沟里的一个交通事故 当时在电话中 确定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然后呢 只说了一句 我要自杀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但是等我第二次的发护 我再给你打的时候 你又接了 这就是缘分 咱今天把所有的委屈 你都跟我一个陌生人说了 你该哭了哭 夫妻二人要互相沟通 互相包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有爱的这种家庭 喂 你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喂 喂 让新城民警把他的电话接过来 就在我这儿通这打 快 然后看一下通知了120没 别哭了 让民警找见你 我就放心了 别哭了 真别哭了 勇敢点 想想孩子 想想父母 虽然不是我们交警的本职的工作 但是作为人民警察 救人是我们最根本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,请不吝点赞 订阅